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2月6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那么首先我们来大概看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 今天上阵指数这边是一个冲高回落 而创业版这边则表现的比较弱 那么量能方面互生两次的量能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北向资金方面今天北向资金是净流入3.95亿 其中互股通是净流入而深股通则是一个净流出 并且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那么另一方面今天下午大盘的下跌 我们认为可以归纳为内外两个因素 内部因素是创业版在今天下午出现短线破位 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创业版是跌破了日K线布林中轨的位置 要知道从10月份创业版这波反弹开始以来 创业版指数今天是第一次跌破日K线布林中轨的位置 另外券商板块这边今天下午的量能也出现了快速萎缩 我们看到上午券商板块一共是成交了445亿 但是到了下午这个数字则是快速萎缩到了168亿 那么外部方面今天下午再次传出 美国即将正式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这场本来已经走弱的香港股市是雪上加霜 而到了收盘之后 中国官方是宣布了全面降准的消息 那么这次降准的速度之快是超出了市场预期 那么降准的消息也直接带动了A507G的回升 那么对于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要怎么做怎么看呢 那么在说我们的看法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机构资金的动作 先是龙虎宝 龙虎宝商今天主要获得机构金增值的一共有6家 分别是因为推出凤凰针 而被市场认为有可能会进军伊美这边的新华药业 随后是最近有一些资本运作的西龙科学 然后是新能源车这边的金全华和铜峰电子 接着是太阳能光伏这边的伊格尔 随后是氢能源这边的九峰能源 那么从龙虎榜上看 基本上还是对之前强势股 或者是补涨个股的一个挖掘 那么再来看北向资金这边 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入前6名的分别是 中信证券 东方财富 平安银行 招商银行 义维里能 以及维尔股份 而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出超过一个亿的 只有5家分别是 宁德时代 龙基股份 华友孤业 伊利股份 以及卢州老教 那么净流入前6名中 我们看到大部分是来自于大金融这边 而净流出这边 则是新能源占比相对大一点 那么现在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看法 理论上来说 中国央行这次快速降准 是有利于大金融板块的 但是今天大金融板块 特别是券商的表现 让很多在早盘放量时跟进去的人 现在都是被短套 而这种短套对于市场情绪的影响我们认为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认为如果券商板块可以在周四收盘前收复今天的高点 也就是882点的话 那么大盘将会重演今年7月份和8月份时的表现 也就是市场重心会从创业板切换到上海市场这边 并且以大金融为首的一批前期的弱势板块 会出现一波反弹 但是如果券商板块没有在周四收盘前收复今天的高点 也就是882点的话 那么买进券商板块等于买套的这种负面情绪 很可能会再叠加港股目前走弱所带来的负面情绪 从而直接影响整个A股的表现 那么届时资金有可能会再次回头去炒之前的热门题材 所以目前对我们来说 明后天要密切留意券商板块的表现 并且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 到底是要顺势而为 还是要着手去预防市场负面情绪可能的反噬 那么这就是今晚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